收入中國共軍營的影響 這個交通部航空 叫來各位一家專家 可能要駛去別的地方 可能有更多寒平的時間 以吉隆港和高雄港影響相大 臺灣港部公司表示 因為這次上場未有應變 會繼續來協助這些專家 在港区的定順作業 大型調查 繼續進行 火鬼陣路作業 再去吉隆港買頭 像變成運作 專家正常處理港区 受到共軍軍營運用 已經有上前提早再回出發 在宜蘭的歐洲港区 相海洋觀光前 也是如期發展 早上就有專家UK準備要出海 出途 中共要在外海試射飛彈 你們這樣賞金會不會擔心 還好 沒賞太多 法連港区的相海洋前 也照常出海 結局說 無情無受到政府主管機關要求 不可以出海統治 尤其議員也沒有 附近港区作業的臺灣幹部公司表述 再去國港区農政省運作 將別處觀察 尚心情緒 港口的部分我們會配合整個國家 基礎安全的一個防護 配合軍營 那我們避免有任何的外力的介入 做加強的一個監控 交通報告 因為專家比喻 軍營負協 走下來 每天可能會有百家的專家 小路 其中應用最多的 將是吉蘭港和高雄港 記者綜合報道